納粹是一個逐漸失去意義的詞彙 當一個辱罵人的髒話被過度使用的時候就會失去他的意思 最新的報導顯示 川普是個納粹 為什麼呢?為什麼他是納粹呢? 因為他跟 Kanye West 吃晚餐 然後 Kanye West 反遊 所以他是個納粹 跟他吃飯的川普也是納粹 還有就是 Kanye West 帶了一個朋友 承認他自己是白人至上的納粹 所以說他們全部都是納粹 這個是最近主流媒體的頭條 每個主流媒體的頭條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以下是川普他自己的說法 這是他在True Social 上面說的 上個星期 Kanye West 打電話給我 跟我約在 Mar-a-Lago 吃晚餐 然後他無預警的帶了三個他的朋友 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 我們星期二的晚上跟很多的朋友 一起在後院吃了頓飯 這頓晚餐很快而且沒有什麼意義 之後他們就去機場了 但是媒體不是這個樣子報導的 上面說川普帶了一堆高調的納粹 白人至上到他私人的會所 所以說他就是個納粹 之後川普又發了True Social 上面說 我幫助了一個身處困境的一個人 剛好就是一個黑人 耶 肯爺 他失去了所有的事業以及他所有的東西 他一直以來都對我很好 所以我允許他單獨來 Mar-a-Lago 會談 讓我給他一些他很需要的建議 結果他帶了三個人來 兩個我完全不認識 一個是我好久沒見的政治人物 我跟Conian說不要選總統 他在浪費時間不可能贏的 然後假新聞媒體就炸鍋了 那不管川普怎麼說 左派就是不相信 一口咬定川普就是個納粹 跟過去七年一樣 那你覺得發生了什麼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在你寫你的答案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看 Conian West是怎麼說的 這件事我最討厭的事情 我問他他最討厭的事情 我問他他為了我的 vice-president 我認為這件事是低下的 事件被刺激了 這件事被刺激了 這件事是因為我進入了 智慧 所以川普是真的 很刺激了 和 Nick Fuentes 和 Nick Fuentes 尤其他雅務員 和很多人 他在這件事 他其實是一個雅務員 當他沒有知道 誰是雅務員 你還會有你的雅務員 做人沒有了 就知道 他和剛才說 見他分別人 有單位說 他說不是 他問他 在兩天 他有雅務員 稱了 為什麼 他不做個人 主持人 通常 他讓他 把整個 人 他azing off the story about all he went through to get Allison Johnson out of jail and how he didn't do it for Kim but he did it for me but then he goes on to say that Kim is a you can tell her I said that and I was thinking like that's the mother of my children sense we know and all the christians in america that love trump know that trump is a conservative 我们会要求你 保持所有政策 向基督徒 当川普开始在桌上喊我 告诉我我会失去 我意思是 那在历史上有效? 你会失去? 你会失去? 我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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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回应 我们觉得川普说的有什么错 你跑去别人家 然后要跟这二三十年以来 最保守派得票率最高的总统 你不只要跟他拼总统大位 你还要他当你的副总统 然后说一堆什么 他卸任之后 没有什么特色1月6号的人 还有就是 你的前妻真的就是一个 不只是全美国 全世界都知道是一个 那样的人 我是打从心底的认为 Kanye West 是需要帮忙的 大家应该要支持他的音乐 或许他 或许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但是他脑子好像真的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川普会说整个晚餐是浪费时间?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要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觉得在浪费时间 好,我们回到川普发的True Social 那川普发的True Social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川普真的是在帮一个一直以来 对他都很好很支持他的好朋友 就算这个好朋友的脑子不太灵光 还要跟他争总统大位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川普其实私底下在计划一个 复兴纳粹的阴谋 川普憎恨犹太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他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 然后还有他女儿跟小孩都改姓犹太教 然后变成了犹太人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 有一个城市叫做Trump Trump恨以色列 到以色列把哥兰高地改成了川普高地 他恨犹太人 恨到他推行了亚伯拉罕协议 促成了以色列跟附近的国家签和平协议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的 只有这两个可能 各位认为是哪一个 当然我觉得的话 应该是绝对是第一个 这又是一个很可笑的对川普的攻击 相反的 我反而认为这个攻击会帮助川普 因为川普目前在共和党内最大的劲敌 并不是 Kanye West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Ron DeSantis 如果他决定参选的话 有很多之前对川普的攻击 就是川普是真正的左派讨厌的人 我们如果要拉到左派的选票的话 只要参选人是其他人就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川普换掉 因为川普不但没办法凝聚右派的选票 还会鼓励左派的人出来投反对票 那这个事件就非常明显的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左派还是只想攻击川普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我们要选的人是谁 我们不需要因为他跟某个白人至上的人 不小心吃了顿饭 然后就说什么 哎呀这个人真糟糕啊 川普这个人种族歧视啊 跟很多之前就是教会分裂的原因一样 说川普是歧视中国人的 因为他说China Virus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这个样子的攻击 而且会持续两年 因为川普他老人家 就是这么早宣布参选了